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 诗人从基督徒的身上要能看到属于神的荣美 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基督化的生活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弥加书第六章第八节的内容 神通过先知弥加给了我们一点启示 什么样的生活是效法基督的生活呢 先知启示我们说要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那么在前面三讲 我跟大家分享了前面那些内容 那我们都知道行公义好怜悯 我们都很容易地在自己的图稿中 我们可以画出一幅图画来 我们可以大概地去猜测一下 公义怜悯是个什么样子 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这样我们可以去造的去学习 那么如果继续向下 先知弥加所启示的呢 他说与你的神谦卑的与你的神同行 那这个呢 可能就不这么容易去思想 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我们都知道呢 圣经中说神是个灵 我们没有办法了 我们去看到他 我们去触摸到他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 不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中真实存在 让我们可以看可以摸的这一个形象 如果他不在我们身边 我们怎样去与他同行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去琢磨的概念 在圣经里边呢 圣经曾经提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被称为是与神同行的人 那这个人呢 就是以诺 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呢 都是跟他有关的 其实圣经中呢 跟他有关的经文呢 就这些 非常的少 以诺的一生呢 是相当的独特 他的记载啊 从整本圣经来看啊 你可以想 这么厚一本圣经呢 实际记载他的就这几节经节啊 最开始记载他的时候呢 是在创世纪第五章 那么创世纪第五章呢 其实读起来啊 如果你现在 你愿意的话呢 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 你看一看创世纪第五章啊 创世纪第五章呢 实际记载了很多人的历史 他非常的枯燥 他说的呢 就是谁谁谁生了 谁谁谁 活了多少岁 然后就死了 谁谁谁又生了 谁谁谁 又活了多少岁 他又生了 谁谁谁 然后他就死了 有人说啊 有人这样形容 创世纪第五章呢 是一个悲伤的记载 因为他全是记载的呢 不论这个人活了多长时间 最后他都死了 那非常有规律 但是记载到以诺的时候呢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非常特别的在里边呢 加了几句评语啊 他这个 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 说是呢 二十一节开始讲 说以诺活到六十五岁 也生了马吐萨拉 以诺生马吐萨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再逝了 实际上呢 经文只有短短的四节啊 但是这里边呢 曾经两次提到呢 以诺与神同行 那么如果我们纵观圣经啊 会发现呢 圣经对以诺一生的评价是呢 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这段经文中呢 非常特殊之处呢 他没有记载以诺的死亡 只是说呢 以诺被神娶去 忽然之间就从这个世上消失了 那么可以讲呢 以诺呢 是一个没有经过死亡 就到神那里去的人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记住以诺这个故事啊 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事情啊 说你怎么记以诺的故事呢 说这个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啊 就问这个主日学的小朋友 就说呀 你们知道谁是以诺吗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有个小朋友就说啊 他说以诺呢 和神一块去散步 走啊走啊走 散步了三百年 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啊 到了上帝的家里 他看到上帝的家呢 又大又好啊 然后以诺就跟上帝说呀 我们走了三百年了 走得太长了 如果再走回去还要走三百年 你的家又大又好 比我的好又多啊 我们在这里不走了啊 上帝就同意了 这个就是帮助大家记作 记载以诺的故事啊 那么如果你仔细地去分析 在创世纪第五章呢 你会发现有个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 以诺呢 他的一辈子在世界上呢 他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我们今天讲说哇 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这是任瑞啊 这个大大的长寿啊 实际如果你对比一下这个 当时的人呢 你会发现呢 他活的时间呢 是非常的转少 当时的人呢 在创世纪第五章里这些人呢 一般都能够活到八百岁或者九百岁 比如说以诺的儿子啊 马吐萨拉呢 他活了九百六十九岁 那这个人呢 他是圣经中记载最长寿的人 那我们都要记住这个人啊 马吐萨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 是圣经记载最长寿的人 那么我们先不说这个长寿的问题啊 你会发现呢 虽然以诺在世界上活的时间非常的少 但是西伯来福的作者却说他呢 是一个德神喜悦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如果我们找到以诺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在他的生命中呢 有什么样所谓的特征 我们就可以照着他学习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一个为神所喜悦的 与神同行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 我们学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去与神同行 在我们的头脑中啊 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呢 与神同行的人呢 他的图片来的 那么我们如果看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十一章呢 提到以诺的诗啊 在第五到第六节说呢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到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并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那么从这些经文呢 我们看西伯来书的作者 他非常直接 也非常肯定的说 以诺有什么特点呢 以诺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 这个经文中啊 这两节经文呢 四次提到信 两次提到喜悦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字 而且讲到呢 以诺被神接去 他不至于见死 说神给他 神喜悦他的证明是什么呢 他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经历死亡 直接呢 就被神接走 原因呢 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到了第六节呀 这段经文 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 我们都应该把它背起来 说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所以呢 以诺呢 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相信有神 并且相信呢 神会少次一切寻求他的人 也就是说呢 一个有与神同行的人呢 首先呢 你必须是一个认识神 并且愿意跟随神的人 我们常常说到信心 说每一个基督徒啊 你成为基督徒 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啊 按照圣经讲说 我们有信心 我们相信呢 这位神 他创造我们 我们相信 这位神呢 他赐下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 我们相信呢 圣经所启示的一切的话 说我们说 这是我们的信心 但是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从以诺的生情来看呢 你会发现呢 在以诺身上这个信心呢 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信心呢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神 他所需要的信心呢 不单单是说 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事情 不单单是说呢 我们已经啊 知道了一些道理 我们愿意相信这些 他更重要的是说呢 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些道理 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 然后呢 我们愿意去做出一些行为 我们愿意呢 因为有这些知识 我们愿意做出一些行动来 有认信 和随之而来的行动呢 这是对神真正的信心 在我们圣经里面讲啊 说基督徒真正的信心呢 有了信 有了行为 在圣经雅各书呢 他多次地提到啊 说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 一定是有好的行为 相对应的信心 这样的才是真正的信心 这个呢 让我们经常有很多的疑惑 就是说呢 我自己内心中 我明明已经相信了 但是我 真的是很多事情 我做不到有这个好的行为 那么 我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 我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呢 常常有些人呢 有这样的疑惑 弟兄姐妹们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从以诺的身上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在圣经里面启示的信心呢 它是一个 已经已然和未然的信心 是一个呢 已经产生了 但是呢 还没有结束的这样一个关系 在圣经中 讲到神的救赎 和人的信心呢 永远都是一个 不断进行的一个过程 神救赎了我们 耶稣基督在实际上救赎了我们 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们得到完全的救赎呢 是要到我们 有一天 我们重新见到主的面 我们真正 经过了最后的审判之后 这样的救赎 才能够完成 同样呢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 说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我们是有信心的人 那么是说呢 你不但是说 在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有了这样的任性 你说我明白这些真理 更是说呢 我要让这些 我所知道的知识和真理 它在我的身上 不断地工作 然后我可以呢 不断地去改造我自己的生命 这样当最后审判的时候呢 我知道呢 我一定会在神的乐园里面 这样的信心呢 才是真正的信心 所以呢 这也就是史书雅各所说的啊 他说呢 信心和行为呢 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一个人 他单单地只有信心 没有行为 这样的信心呢 是死的 他也经常挑战啊 在雅各说中 他挑战所有基督徒 他说 你说你有信心 我说我有行为 你把你的信心拿出来 给我看一看 他说 如果你问到我的信心 我就展示你 我的行为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知道啊 神所要的信心 绝对不是一些概念 绝对不是一些哲学 绝对不是说呢 你思想中 发生了某种变化 某种感动 信心呢 它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 神要的信心呢 不是说我今天瞬间感动了 我举手了 我就是有信心 不对的 一个真实的信心呢 必须是对真理 对神的真理 你有掌握 然后呢 由我们不断去操练自己 我们顺应慎明的带领 我们这样不断承受的行为 能体现出来 这样呢 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 那么西伯来书说 以诺 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我们看到呢 他信神 他跟随神 这个呢 是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应该去追寻的东西 你说我想得到神的祝福 我想成为一个 被神所祝福的人 我想成为一个 被神喜悦的人 但是呢 我不相信神 我不相信呢 有这样一位神 我也不相信 他从过圣经所起诉我们的切 那你怎么能够得到他的祝福呢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常常想啊 按照我们人来讲 我们常常有种错误的思维 我们有一种 补熟的观念啊 在我们的头脑之中 我们常常会想呢 我做一些好人 我努力地与人为善 我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 我每个主日我都来 我还参加奉献 我也参加小祖 神应该报答我 应该回报我 弟兄姐妹们呢 你的先后次序就错了 我们应该是说呢 先认识神 对神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啊 在圣灵的带领和恩高之下呢 我们再有这样的行为 那是一种自发的 我们感恩的自动的行为 而不是说呢 我们要用这样的行为 来换取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呢 你不认识神 那么一切呢 都无从抬起 信仰中的一切呀 都是虚幻的 所以呢我们知道啊 与神同行啊 成为一个被神喜悦的人呢 第一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 这样真正的信心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看到呢 圣经中关于 以诺的另外一段记载啊 是在犹大书 在犹大书 十四十五十六节 我来问大家个问题啊 犹大书写十四十五十六节 为什么没有这个 我们平时的这个 第几章啊 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是不是漏写的啊 犹大书有第二章啊 没有啊 犹大书呢 只有一章 他只是一封信啊 那在犹大书 第十四十五十六节啊 他讲到说呢 以诺 他预言呢 他对当时的人呢 他说出了一段预言 他说主啊 主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叫银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 所忘形一切不敬虔的事 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 所说顶撞他的刚毕话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欲言 谁从自己行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若得为得便宜 就谄媚人 那么 其实以诺呢 是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位先知 那么他 他说出这些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呢 以诺所处的时代呢 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时代 那么以诺呢 你如果去看创世纪呢 他是 从亚当夏娃那边呢 直接一外相传下来的嫡系 那个时候呢 人还没有那么多 一代一代记载的非常清楚 那么 当亚当夏娃犯罪 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世界上犯罪啊 并没有改善 也没有减少 亚当夏娃被逐出之后呢 就发生了 第一次人类的谋杀案 这该隐就杀了亚伯 然后神呢 实际上就中阻和处理了该隐 虽然如此啊 从亚当夏娃这一代 从爸这一代 到了儿子这一代 该隐和亚伯这一代 那么这些呢 都是犯了罪 然后被神去惩罚 去宗主 但是我们看到呢 实际上呢 人呢 他并没有因为神的审判 和神的惩罚呢 他就改善自己 罪的这种后果了 犯罪并没有改善 也没有减少 反而呢 逐步的就蔓延 扩大下去了 第六章的时候呢 就讲到啊 罪恶呢 就扩散到全地了 你看啊 从亚当夏娃 到兄弟谋杀 到了第六章 第三章是记载 这个亚当夏娃的犯罪 到了第六章呢 就讲到 罪恶已经扩散到全地 并且涉及到所有人 到了第六章的时候 就讲到啊 神最终要用洪水 来毁灭这地 那么我们看这件事情啊 以诺呢 他65岁的时候啊 给他的 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给他的儿子起名 叫马土萨拉 刚才我请大家记得 马土萨拉 得了多大岁是吧 969岁啊 最长寿的人啊 那你们知道 马土萨拉这个词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圣经是很神奇的一本书 圣经呢 是神对人很多的预言 和预言定许的记载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 如果你仔细地去钻研圣经呢 你能产生一种敬畏的心 马土萨拉的意思呢 是在他死时必要实行 或者说呢 是在他死时将有大事发生的意思 这是以诺给他儿子取的名啊 最有意思的事呢 是说他65岁的时候生了这个儿子 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 到他死的时候必然要有事情要发生 然后呢 圣经记载 他就开始与神同行 然后就与神同行了三百年 就被神接去了 365岁啊 就被神接去了 那这个事情呢 如果我们按照时间去推算一下 你就会发现呢 圣经记载非常有意思 马祖萨拉呢 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 就生了以诺的孙子 拉麦呢 182岁的时候生了罗亚 圣经记载啊 都在创着第五章 那么罗亚600岁的时候 洪水便来到了 如果你把这个187再加上182岁 再加上600岁呢 你刚好得到马祖萨拉在世的岁数969岁 一共是969年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以诺为什么要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马祖萨拉呢 因为神已经非常清楚地向他启示 当他有了这个儿子之后啊 非常清楚地启示呢 在969年之后 神的审判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将有一件大事发生 所以呢 他就给他的儿子取了这一顿名 结果真的是说啊 969年之后呢 神就用洪水消灭了世界上 除了挪亚一家八个人之外 其他所有的人 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 我们说了这么多旧约的历史啊 说了这么多数字 你看以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 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人 不是说他知道事先亏的天机啊 神给他启示啊 他听到这些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说呢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为什么敬畏神呢 因为他知道呢 神是审判的神 他知道呢 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当他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他给他自己刚出生的孩子 启名叫马祖萨拉 来纪念这件事情 他非常坚信呢 神是公义 虽然在他所生活这个世代呢 充满了各种邪恶啊 人们背离神 行各种事情 但是呢 他知道呢 神是公义的 神厌恶罪恶 不喜欢不义 不但如此啊 他也是一位大能审判的主 我们在今天说起神啊 讲到神 讲到教会 讲到神学啊 我们都愿意讲呢 神是慈爱的 说神是爱 神是恩典 耶稣爱我们每个人 其实弟兄姐妹们呢 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啊 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呢 我们神呢 他的各种神性呢 是非常非常复杂 神在圣经里面 已经向我们启示了 他本身呢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 有各种神性在这里 有一位神 一位存在 我们不能呢 按照我们的想法 我们单纯的啊 按照我们心理的需求呢 我们来想象一位神 谁不喜欢一位 充满慈爱的神啊 犯什么错误 他都不追究我啊 然后我有需要 他都来帮助我 这样的神当然喜欢啊 我也喜欢这样的 对吧 那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但是呢 可悲的是说呢 这位神他不是这样的 挪亚 他为什么可以 与神同行三百年呢 我们如果是用一种 比较邪恶的心 去推断的话啊 他一定是当神 向他启示到自己的审判 大洪水的审判 在969年之后 要发生这件事情 他呢 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敬畏 因为恐惧而产生了敬畏 他虽然看到这周围的人 有邪恶的 有因为邪恶而得利的 有因为呢 邪恶呢 会被惩罚的 有这些沾沾自喜的 但是呢 他知道呢 神终将会审判这一切 所以他就非常敬畏神 于是他才可以 与神同行三百年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犹大书啊 刚才我们讲的 犹大书十四十五十六节 使徒犹大呀 他在讲到这个问题 他说 以诺向世人说了这样的预言 那我们如果上下门看一看啊 你看一看呢 说 使徒犹大说 以诺他对当时的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呢 这些呢 是在犹大书八到十三节呀 那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啊 如果你没有圣经呢 你看一看大屏幕 我们一块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我们做了三张成影片 我想呢 这些经文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块来读一下 这些做了三张成员 这些做了三张成员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他们没有圣经的数字一样 在这个世上 仅拜托了自己 他们又过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又被立法化人的复命理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后中灭完大 这样的人 在你们的爱惜上 与你们同事的时候 正是教使 他们做母人 只是遇养自己 无所居堂 是没有余的运才 被风飘荡 是初见没有活的真数 死而又死 连根又发起来 是爱与的皇上 与你们俗自己做什么运才 是犹荡的情 有莫非的犹大 被犹豫的仲敌 好 那你看到这里 说以诺呢 他对什么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呢 你看在犹大的记载之中啊 这个就是非常文明的骂人的对吧 我们常常讲说 哎呀那使徒们都是温柔善良的人 就像天使一样 而且是温柔的天使 但是你仔细地去看刘大叔啊 你会发现呢 他说得非常的恶毒 如果是我们今天这样对着一个人来讲啊 说你就是 你只知喂养自己 无所居堂 你是没有雨的云彩 你随风飘荡 你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死而又死 你会连根被划出来 你是海里的狂浪 涌出都是你自己可耻的墨子 这就是说你从里到外翻出来都是可耻 说你是游浪的星 有陌黑的幽暗 给你永远留存 这个马上就打起来了 对吧 我还没见到哪一个 就是说一个人 恶毒到互相攻击 就这么说话 实际呢 他非常的愤慨 说出一个话 那么他说 以诺 在说谁呢 他说呀 这些人像做梦一样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坏事 他们呢 污秽自己的身体 他们呢 轻慢主之 毁谤在尊位的人 你可以看到 说这些人呢 他们呢 是不按照神的教导 不关心神的事情 诽谤 造谣 轻慢己的治理 所有的这些事 那么他在这里呢 当使徒犹大 他在说呢 他说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 与那没有灵性的处类一样 这个话说的就更严重了 就像我们今天讲说 你就不是人 就像牲畜一样 这是犹大在说的话 那这段经文呢 实际上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是蛮熟的 这段声音 但是我看了之后呢 我还是非常的震惊 我发现呢 他这段经文 跟彼得后书第二章呢 从 彼得后书第二章 从第十节以后啊 或者从第四节 一直到第二十二节 如果你没有圣经 你打开啊 你从彼得后书 第二章 第四节到第二十二节呢 因为我们今天 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不在一块儿读 但是你打开 你看一看啊 我们后台可以把这个 彼得后书第二章 第四到二十二节掉出来吗 如果你去看呢 你会发现呢 彼得 使徒彼得 在第二章中 他讲到这些事情呢 跟使徒尤纳 讲得非常的相近 两个人呢 甚至按照今天 如果在大学教论文 如果这两个文件 交上去呢 老师会叛他们俩 是互相抄袭的 很多词句 很多语气呢 都是完全一样 那么他们都在讲 他说这些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人 他第一呢 他是 不畏惧神 为什么不畏惧神呢 他不相信神 不但如此啊 他还会来诽谤 相信神的人 他呢 会来破坏 神的子民 你看呢 这个两个使徒啊 当他们讲到 这些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愤慨 都在骂他们说 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类 已被捉拿宰杀的 他们诽谤所不是小的事 正在败坏人的时候 自己必造败坏 行得不义 就得了不义的公价 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哈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我们知道哈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 弯曲悖谬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呢 不是一个充满阳光 充满快乐 我们欢欢乐乐的一个时代 不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呢 神的灵和魔鬼啊 他不断争奏的 一个不断斗争的时代 我们呢 我们是斗争最前线的 我们本来呢 是被魔鬼所拥有 所控制的人 但是神的恩典把我们救赎出来 让我们成为属于神的人 圣经讲说魔鬼 他不会甘心恶意 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 把我们重新拽回到 他的那个阵营中 这个呢 就叫属灵的争战 那么可能在你的生活里边 在你的信仰里边呢 你没有体会到这一点 弟兄姐妹们 这个就 有一点危险 我们要时刻呀 你头脑龙 你要知道呢 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 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 他遍地游行 寻找那些一切可以吞噬的人 他在做什么工作呀 他通过什么来拽这些 拽我 他通过怎么样的工作 让我们在这个 随从这个世界呢 这个就是以诺和以诺的时代 罗亚的时代啊 他所展现的那些特征 人们呢厌倦神的话 人们呢愿意攻击跟随神的人 如果你仔细地去看 这个罗亚的故事啊 你会发现呢 当罗亚到方舟的时候呢 他没有藏着蛮着的 他说哎呀我知道这个消息了啊 如果你们都死了 这天下所有东西都归给我了 他没有这样的 他呢 四处去宣传 别人来问他 他也四处讲 神的惩罚要告 但是呢 当地的人呢 当时代的人呢 都是又吃又喝 又娶又嫁的 人们来嘲笑 人们来攻击 那么今天呢 挪鬼的攻击会什么样呢 他不会说啊 在教会外面攻击 这个是不会的 你说作为一个不信的人 活在北朝鲜的人 说现在如果有人攻击教会 到北朝鲜的那些人中 攻击教会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的 对教会的攻击 一定是在教会内部产生的 一定是对基督徒产生的 要不怎么攻击啊 对吧 如果你现在找一个人说 哎呀 我认为教会就是邪恶的 哎他说对呀 我也这么认为 我不是基督徒啊 没话说了吗 这个往下聊天聊不下去了 只有找到基督徒 告诉你 你的信仰是错误的 你信的那个神是错误的 你的教会是邪恶的 这样才能起到破坏和攻击的作用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以诺呢 当时他就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 神向每一个人展示自己 向人展示出他的慈爱 也展示出他的公义 他的警告 但是没有人相信 所以以诺呢 就向他们讲 他说呢 神要带着他万千的天使 下来呢 将来有一天来惩罚 但是没有人信了 所以呢 969年之后啊 大风水的就出现了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才是与神同行的人呢 你要敬畏神 我们常常敬畏神敬畏神 你为什么要敬畏神啊 你敬畏神的什么呀 你为他的是什么呀 我们说神是大君王 得胜的君王 我尊重他 神大你创造我 我感谢你 很好 那么我来问你一下 当我们说你要畏惧神 你畏惧神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到过 你说我做基督徒 我就是不相信的人 我不是基督徒 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要知道 我要去敬畏这个神明啊 你去畏惧这个神的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我们要畏惧他的审判啊 神是公义的 圣经讲说 我们的神是烈火的 在他眼里 没有妥协这件事情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犯罪的你一定要为你的罪付出代价 如果我们犯罪了 都不需要为罪付出代价的话 那我们还要救赎干什么呢 神就替我们免了嘛 还有什么呀 还有我们为什么还要需要耶稣基督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呢 与神同行 我们要明白神公义的属性 和他大能的审判 当神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实行的时候 他的公义还没有完全彰显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他的确向人彰显了慈爱和怜悯 但是呢 他的公义和审判永远不在 这是我们畏惧神的根本原因 有人曾经这么讲啊 说教育一个孩子也好 治理一个国家也好 你不但应该有一个慈爱 不但呢 有一些帮助 更重要的呢 也要有你的法律 有你的惩罚 这样呢 才能让一个人健康地成长 我们今天都说啊 基督徒要向普天下去传福音 我们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们福音应该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在很多教会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我去做了很多的调研啊 很多呢 当讲到像一个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呢 我们不敢去提神的审汉 我们不敢去提呢 神的公义 我们都讲神爱你 你信他吧 神给你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对那些不信的人 不断要去讲拯救的福音呢 我们也要对那些不信的人呢 宣讲神公义审汉的来源 对于弟兄姐妹们 已经相信的人呢 我们时刻在自己的心里 也要明白这一点 神不但爱我 神不但赦免我的罪啊 神也要让我为自己的罪 来付出我的代价 神有公义的审判在那里 圣经讲啊 说将来到神最后审判的时候呢 我们所作所为所思所想 都要在神的面前一一沉明出来啊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如果你希望你能够与神同行 你除了认识神之外呢 你必须去敬礼啊 你要了解他公义的属性啊 你要了解呢 他有最后的审判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普世教会啊 不是说任何一家教会 普世教会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软弱啊 妥协 我们不敢去跟罪做动作 教会有很重要的工作 很重要的属性呢 就是审判这个事情 圣经中说得非常清楚啊 我们呢 是审判世界的 但是今天呢 很可悲的呢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妥协了 在教会里边啊 当发生了一些罪 当一些人 他发生了 产生了这种罪之后呢 我们不敢去审判 为什么呢 审判别人说 我们没爱心啊 审判了 他就要求离开教会了 我们为了维护这个关系啊 我们宁肯呢 去包容他 去爱他 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想到 这就好像一个犯罪的孩子一样 你越去包容他 你就是越在害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与神同行啊 你仔细地读一读犹大书 你看一看 在犹大书里边 他所记载 使徒最早的这个先知啊 使徒们所讲 最早的这个先知 以诺 他说出这个预言啊 他告诉我们说呢 神要带着他万全的天使 来最后呢 承认那些不前不义的人 我们知道神的审判 我们才会真正地去慰恨他 当我们做那些 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去破坏教会啊 去诽谤别人啊 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才会心存慰惧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看到第二个啊 那么以诺呢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那么第三个呢 你看到呢 我说以诺呢 他是一个顺服的人 阿玛斯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了 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 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啊 一般在婚礼上 我们都不用这个话呢 来劝勉这个先人的 那这件经文实际上 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两个人如果要同行呢 他必须要同心 同心才能同行呢 不同心呢 就不能同心 什么叫做同心呢 就是两个人呢 要彼此认识和了解 对方的性情啊 喜好啊 心思意念啊 人生目标 做事态度 为人品质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两个呢 都能够彼此同心 这样呢 才能有共同的心愿 有相同的目标 那么呢 就可以一直往下走 能够长久地走下去 那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呢 就不能同心 那不能同心呢 当然你就没有办法 共同地去走下去了 那你看在圣经中记载的啊 罗德跟随亚伯拉罕 他们一块从吴尔出去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不能同心呢 罗德他所盼望的是什么呢 是世上的荣华 那么亚伯拉罕呢 他所选择的呢 是我要跟随神给我的启示 所以呢 最终呢 他们就分开了 罗德最终到了哪里去了 他走到了福多玛 那么他自己呢 遭受到极大的亏损 那么我们回头看以诺啊 以诺 他能够和神同行三百年 他一定是说呢 跟神呢 心怀意念 目标方向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相合的 要不早已经跟神分开了 所以我说呢 以诺呢 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啊 就是顺服 他是顺服于神的旨意 我们与神同心 两个人同心啊 两个人是不是能同心 这个还是可以商量的 对吧 你说得对 我说得对 你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不要紧呢 咱们两个坐下来商量商量 哪个是最好的意见 就可以了吗 但是人与神同行呢 你是没有办法跟神去讨价 我们必须呢 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 我们去顺从神的意思 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呢 就是经常去跟神去讨价 我们认为啊 我说的有道理啊 我的感想有原因的 所以呢 神的一说法 万一错了呢 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意愿来成就呢 这叫不顺服 我们不能要求神来牵住我们的意思 虽然呢 我们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意愿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神不允许的话呢 我们应该欢欢喜喜地去顺从神 你要知道呢 神的带领 他一定不会出错了 神的带领 神对我们的安排呢 一定是最好的 圣经里面说呀 英文华说呢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呢 也要高过你们的意念 使徒保罗对人的劝勉是说呢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样呢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顺负 你看主耶稣基督在科技马林园 他在贝林十字架之前 被出卖之前 他向天父去祷告 他说 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在圣经中记载了 圣子和圣父关系不同一的时候 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说 如果可行 请你不要这样对我 但是他马上就说呢 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这就是顺服啊 主耶稣基督没有勉强 天父呢迁就他的意愿 他愿意顺服天父的心意 那以诺呢 他是有这种顺服的心 所以他可以跟神去同行三百年 我们今天 弟兄姐妹们 我不想说太多的啊 不想呢 说整天都在浅着呢 让大家觉得说啊 一个星期高高高高och 星期来 然后到教会来 这个非公司骂一骂 心能充满得快乐 那是受夕心理想 那是不对的啊 但是呢 我要提醒大家 你想一想 在你的生活里 你的心怀意念 有多少是你的意思 有多少是神的意思 当你的意思和神的意思 不协调相迪触的时候 你是怎样选择的呢 那就好像两个人 你跟神一同一向前走 突然间你要往这边走 神要往那边走 你是怎么做选择的呢 你是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还是说呢 你就改变了你的想法 弟兄姐妹 我可以告诉你啊 如果你觉得神的旨意 跟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你又坚持了你的想法 那你就不是跟神同情了 他向这边走 你向这边走 你就跟神分道两标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去警醒 圣经提醒我们说呀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检查自己的心怀意念 你是不是真的去与神同行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想一想以诺呀 你想一想以诺 这样一个与神同行三百年 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你在你的头脑中画一个图画 第一个呢 它一定是一个顺服的 神让他往哪儿走 他就往哪儿走 走了三百年 顺服 第二个呢 他敬畏 我们可以讲 他为什么能够顺服啊 我们为什么不顺服啊 他怕神的审汉呢 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看到 神是公义 你偏离了他的路 我们的神 他不是说呀 你偏离了 他高高兴兴地跟你讲 哎呦我偏离得很好哎 你走得不错呀 步伐很好看啊 他不会这样说的 你走过去 他不会拦你 但是呢 他的审判 会随之而来 以诺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他 他害怕了 他敬畏神的审汉 所以呢 他愿意呢 克制自己的欲念 他与那些坏人 他离得远远 当他来侵扰他 供应他 想让他脱离神的队伍的时候 脱离神的方向的时候呢 他不与他们为伍 所以他可以呢 继续走回神的道路来 他敬畏神 那最后呢 所有的这一些 如果再往归结到一点 他是有信心的 他相信 神启示他的事情 是真实的 当神向他说 969年之后 要发生的事情 说在那一天 我要审判 他相信了 这个是信神的 他相信了神所说的 他就与神同行了 这个就是信心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想一想 今天 我们说 神要求我们 存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与神同行 什么叫与神同行吗 什么叫存着谦卑的心呢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有信心 我们能够做到敬畏神 我们能够呢 顺服神 你就是一个谦卑人 你这样的呢 你自然就能够 能够做到敬畏神同行的人 天父我们就愿 你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坚固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到 你所启示的真理 我们知道呢 你是威严的 你是公义的 你是烈火 天父就求你 让我们来敬畏你 让我们按照你所启示的 我们去生活 天父愿你的恩典 能够与我们存在 我们感谢你 祷告送到救主 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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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